2015年是六四26週年 香港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開設的年宵市場攤位於週五開張 將一連六天向民眾推薦民運書籍及紀念品 爭取將民主信息帶進生活 今年的主題是 全民團結爭民主 平反六四一起撐 本臺記者在現場看到 支聯會推出最新印製的六四燭光集會相片文件夾 還推出了儲存有關六四錄像和教材資料的六四記憶棒 方便中國遊客帶回大陸 今年攤位展銷的書籍和紀念品還包括 趙紫陽相關書刊 六四26週年紀念和六號及四號T恤 各款民主像 八九六四紀念掛鐘 民運歌曲專輯光碟 司徒華徽春 司徒華書法白慈杯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及妻子劉霞肖像白慈杯 支持天安門母親T恤等 所得的費用將用來為永久六四紀念館籌木裝修費及運營費 在現場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 常委張文光和立法會議員葉劍元及場為市民寫春聯 支聯會秘書 立法會議員李卓仁週五在現場接受本臺記者採訪時稱 新年是一家慶團圓的日子 支聯會呼籲中央政府立即釋放劉曉波等異見人士 即讓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回家與家人團聚 開放黨禁 建立民主體制 尊重人權 今年當然我們也是記住會支聯會籌款 其中我們六四紀念館去年已經買那個地方可以開展我們的工作 但是開展工作之後也是有很多補充 裝修 很多工作還要做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的六四紀念館的工作 產品方面當然我們有個T恤表示我們記住是要求平買六四 然後我們今年的民主女神戰也看了很多不同的視財 希望也表示我們有個比較活潑的未來 也是記住去要求中國民主 但是策略方面希望可以更多元去做 我們也有簽名運動就要求馬向釋放胡志強和其他的維權人士 也包括釋放劉曉波和劉霞很多資源 此外 在現場還有許多泛民主派以及建制派政黨團體售賣特色產品 很多產品都以知名的政治人物或者諷刺石壁為主題 其中公民黨的檔口售賣多款象徵雨傘運動精神的產品 包括香蕉型黃傘 雨傘行李牌 雨傘零錢包 撐起雨傘咖啡杯等 在現場為市民寫春聯的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接受本臺採訪時稱 很多年輕人要求寫我要珍普選遍地黃花等 今年我們最主要的產品都是跟雨傘有關 因為剛經過雨傘運動 這幾個星期 比如我在區域裡面寫這個揮春 也很多人就是要珍普選或者要一些有關雨傘的一些揮春的產品 余若薇還透露 許多中國大陸廠商認為敏感 拒絕接受雨傘圖案的產品訂單 令他們售賣的產品在製作上遇到不少困難 擔心影響創作自由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 新林的採訪報導